欢迎回到妈妈厨房 今天分享一个蛋丝奶油虾 还有香辣蚝油虾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蛋丝炒奶油虾 现在呢 给大家看这个虾 我听那个老板说 这个虾结了冰 我们拿去水喉这里直接冲水 它比较新鲜 今天我们试试看 我们冲水呢 就是给它这个冰呢 容易融化 老板说这样子做比较新鲜 好 我们冲完之后 处理好才拍给大家看 朋友们 这个虾呢冲了几分钟之后呢 真的是比较漂亮啊 我们不需要提早拿出来 因为怕不新鲜 现在你们看 它掉出来了 这样子做也是非常好啊 好等下我处理好 才煮给大家看 好 朋友们 这个是我从网购 啊 结冰 寄过来的 所以我不懂它有几多只 现在打开了 原来有12只哦 所以 我想分享多一道 这个小制的 我们来炒 蚝油 它叫蚝油 这个大制的呢 我们就来炒这个 打蛋丝 打油 好 现在我们处理好 做给大家看 朋友们 我们这个虾呢 放一些盐 少许胡椒粉 还有一汤匙这个烧心酒啊 我们放一汤匙下来 用我们的手搅拌均匀 之后呢 我会放一点 一熟煮粉 我们放这个虾 我们放这个虾 炸了之后我们拿去炸 我全部都是这样子处理啦 全部处理之后我们再拿去炸 我们的油开始热啦 啊 对了 好 就是 那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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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要炸不透啊这个香 因为等一下没有再煮了 这个香呢 我们全部就是这样炸完啦 很香哦 很香 很香 接着干ا和鸭鸭鸭鸭煮 垂直 我再放入鸡肉 再放入鸡肉 再放入鸡肉 我把它放入鸡肉 好了,我们准备就这样炸了 朋友们,我的虾已经炸上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准备的材料 这里有鸡糖,小辣椒,还有我们的一汤匙 麻椒,牛油啊 这里还有五粒的蛋黄 没有蛋白的 还有少许的咖喱液 好,现在我们来去煮啦 朋友们,我们把麻椒放下来 先让我们打这个上来 你慢慢的放进去 慢慢的去煮 要小心哦,油非常热啊 好,好,OK 好,OK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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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煮这个丹丝 朋友们要小心哦 非常热哦 好 这个我的这个 丹丝炒奶油虾就煮好了 接下来呢 我会煮这个 多一道这个虾给大家分享 好 现在 我把材料告诉大家 这里有辣椒 蒜头 姜 还有这个洋葱 我们的炒蚝油 好 我们刚才炸这个虾的油 我们拿来煮这个 第二十只虾 我们把这个 洋葱放下来 蒜头 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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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 所以我们分量到 两个口喂 所以两个口喂 那个啊 清醒了 我听到了 健忘啊 把它包给它冲 等下打菜啊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夹给放进来 这个比较小吃 现在我们放点海鱼 我们把它搅拌 我们把它搅拌 不要搅拌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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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拿一半 切割 放入鱼肉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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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碗 再大碗一點給它煮 它要黑一點點 這段我們來剁這一刀 這個蝦如果你們想吃酸的話 也可以加一點芥末水啊 放點魚雞糖 我們再把它大煮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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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